一看到金社法師林老先生開心合掌 但他近年身體退化 需人照顧 更別提日前大雨時加重淹水 當時他其中一個兒子林洪展 在更嚴重的嘉義災區 我僅奉我爸爸講一句話 別的地方災情如果嚴重的話 到別的地方去不要關家裡 雪假災並不是像嘉義那麼嚴重 所以我就一直留在嘉義 林洪展是慈濟基金會的公傳處主任 第一時間從花蓮直奔災區 雪假老家淹水時 志工到他家關心 讓他不需掛念 法親血親一家親 金社法師與仁醫會醫師特地來關心 許多志工家中淹水還忙著救災 這正是可貴的慈濟精神 那上人也是很讚嘆 就是說一番有難 十方慈緣 那真的希望把上人這份愛跟關懷帶到鄉親 然後來安住他們的心 送來上人的慰問與關懷 也讓慈濟法親揮別淹水陰霾 不再驚慌 帶新聞真上面志工 台南綜合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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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